2022年 亚太传统粤杰出华人颁奖盛典5月25日 在帕沙迪纳亚太博物馆举行 颁奖典礼由美国亚洲文化艺术基金会 城市杂志 城市新闻网 美国上海商会联合举办 旨在表彰鼓励杰出华人 推动华人的平等权益 增进东西文化交流 促进族局融合 倡导世界和平 南加州的民选官员 社区领袖约百人出席活动 共襄胜举 荣获2022节出华人奖的是 首位华裔女性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华美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建民 企业家和慈善家张祥华 好莱坞华裔女性及制片人乌军梅 爱美奖得主音乐家王宗贤 美国华裔退伍军人苗壮 商业领袖奖则授予了太阳能专家殷陈书 税务专家会计师杨光明 养老保健专家刘博宇 韩栋 美国亚洲文化艺术基金会会长苏彦涛表示 基金会致力于通过美国亚裔文化艺术的教育与推广 提升美国亚裔的地位 增进各族裔之间的融合 疫情虽然影响了全球民众的生活 但是阻挡不了华人拼搏奋进的精神 在逆境中顽强求生 在困难中彼此相助 更是华人的美德 以杰出华人奖作为表率 让更多人从榜样的力量中看到希望的曙光 美国上海商会会长张贤表示 颁奖典礼是为了肯定美国亚裔的贡献 反对种族歧视 活动当天 洛杉矶县警察局局长维拉纽瓦 盛盖博士市长丁严瑜 市议员吴承远 South Pasadena市长Michael A. Cascialli 猛市市议员饶颖颖凡 亚凯迪亚市副市长郑伯仁 加州参议员鲁比奥的代表阿罗约 加州众议员方树强的代表Jennifer Tan 洛杉矶郡郡长巴格的代表吴中国 洛杉矶县政委员苏利斯的代表Frank Lu 圣伯纳迪诺县政委员海格曼代表 前核套市市长苏王秀兰 前加州众议员伍国庆 前教育部助理副部长张曼军等出席 参加颁奖典礼的嘉宾们纷纷表示 主办方在亚裔传统乐举办此活动意义非凡 不仅能够为亚裔发声 让更多人了解亚裔为社会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同时更增进了各族意见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全美电视台记者Pasadena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